高塔公主孟耿如,莫允文见钱点开!笑胖18岁胆高自封三高女 一年一度的国际应试盛世2018香港国际应试展于今日,19分之三,正式开跑,东森电视也获邀苍展,并以,东森创作,2018最新戏剧高塔公主主演孟耿如,莫允文代表出席,为该剧宣传造势 东森创作,为东森电视自制戏剧品牌,从2015年开始好评不断,包含至《第三者》,《必娶女人》,《我和我的十七岁》,《如正七林》,《少西立正我爱你》等,以及将于3月31日首播的高塔公主,东森创作,始终坚持并制作出一系列快制人口的好剧 于开展当日亮丽出席的高塔公主主演孟耿如,莫允文,也开心表示很荣幸能受邀参与次次盛会 孟耿如表示,因为我跟允文都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盛事,真的非常荣幸并感谢文化部影视局的邀约,让我们能有机会参与 莫允文表示,台湾真的有许多多元与精心制作的戏剧作品,也很高兴能将高塔公主这样的好戏推广给香港甚至世界各地 孟耿如也说到有别于过去女性找对象总是要求要三高男,要另一半身高高,薪水高,学历高 高塔公主则是女性自主的三高女,即使现代女性能力越来越强,事业越爬越高,不再是男尊女卑,也不愿屈旧 而变成年纪高,薪水高,眼光高的三高女,就像高塔上的公主一样 活动中也准备了象征三高女的三样小物,分别是薪水高的美元大钞,眼光高的眼镜,和年纪高的蛋糕 两人在现场一拿起道具就整个玩开 孟耿如笑说我还自己带了18岁的蜡烛来,因为女生都会说自己是永远的18岁 但这个蛋糕其实很重,所以拿的时候都怀疑自己在练肌肉了 莫养文看到一叠一叠的假钞还做事要整盘端起,才俏皮的拿住眼镜和假钞拍照,逗趣反应立刻引起现场一阵大笑 台式,东森2018最新戏剧高塔公主 由孟耿如,莫允文,郑音生,王沐宇,田中清晦,周群达,Duncan,力情天领弦主演 更多精彦内容,敬请观众朋友三十一分之三起锁定台式每周六晚间十点,东三综合台每周日晚间十点,高塔公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